第1321章 偷摸混入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深夜 大罗神子的惨叫声湮灭了 化作了一缕飞灰 堂堂大罗建宗神子 终成岁月尘埃 再看夜晨 盘戏在云团上 如老僧缠坐 宝箱庄严 通体鲜光四射 周身有雷霆在飞舞 仔细聆听 还能听闻雄浑的龙吟声 吨了九阳真体的本源 他也得了一场造化 九阳真体 质阳的本源 死血脉及其霸道 其精粹完全融入圣体本源 闭目中 夜晨突破了修为 而且是连破三个小境界 可谓是后机勃发 如今的他 已具备和圣境巅峰修饰正面硬刚的资格 一夜无画 转眼黎明 清晨 和煦的阳光洒满了整个别院 两千多转世人 纷纷走出房间 各个容光满面 特别是看到如此多的故乡人 更是笑容洋溢 这份温暖 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见过圣主 夜晨的出现 两千转世人 纷纷聚来 恭敬的行礼 盘膝坐在 夜晨微微一笑 而后祭出了鲜火和天雷 以及更为霸道的圣体本源 见状 转世人们纷纷盘歇而坐 谋中皆有激动之色 好似知道夜晨要做什么 圣体本源洗练血脉 那将是一场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的确如转世人所想 这是一场机缘 血脉被圣体本源洗练的同时 也不断有人进阶 一道道神红冲天 交织出一幅幅绚丽画面 直至夜幕降临 夜晨才收了神通 夜晚 夜晨将转世人带入了混沌顶 飞出了别院 跨入了星空 他还是决定将转世人带在身边 以便为他们寻一个安全取出 另外 转世人们也不能一直待在顶中 混沌顶的空间是有限的 容纳两千人已是极限 二来 混沌顶乃是他的本命法器 是要协同他作战的 一旦混沌顶遭遇重创 很可能伤到顶中转世人 这便是他不敢长期带转世人的缘故 星空浩瀚 夜晨一路如神盲 目标极其明确 大罗建宗 他来北斗星域 除了寻转世人这个目的 就是来找大罗建宗的 他需要通过大罗建宗 找诸天剑神 寻到诸天剑神 便如同寻到了昆仑须那些 身为万古剧情 他们该是有办法将大楚寻回 自然夜晨是不会这么就杀过去的 是要乔装打扮的 前方星空 有神洪华来 乃是一白衣青年 身穿大罗建宗的道袍 修为不是很强 只有天境巅峰 至于血脉 不是一般的渣 夜晨摇头晃脑地凑了上去 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突见有人凑上来 那白衣青年眉头微皱 主要是夜晨笑得推不正常 救你了 夜晨咧嘴一笑 一巴掌抡过去 白衣青年色变 祭出了本命法器 但下一瞬便碎裂了 一个照面 白衣青年当场就跪了 到了 他都不知夜晨为吗打他 夜晨并未杀白衣青年 施展了搜魂术 剥夺了白衣青年的记忆 他名为李康 乃大罗建宗天字被弟子 与大罗神子一个辈分 搜魂之后 夜晨借了李康的心 画作了他的模样 用周天演画 模仿了他的修为气息和血脉 这才拍拍屁股 直奔大罗建宗而去 三个时辰之后 夜晨驻足在了一片星空 远方 乃是一颗奇大无比的星辰 亦是比他见过的任何一颗星辰 都要庞大 通体都闪耀着神灰 有磅礴之气汹涌 甚是澎湃 那便是紫微星 北斗星域霸主大罗建宗 便在这颗古星之上 咦 夜晨正看时 有大罗建宗的弟子 外出归来 乃是一个受古灵巡的弟子 尖嘴猴腮 数头数闹的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小偷 夜晨侧目 瞟了一眼那弟子 李康记忆中有他的身影 亦是大罗建宗弟子 名幻正涛 并非人类修士 乃是一只鼠妖剑修 你瞅啥呢 正涛上下瞟了一眼夜晨 两只小眼还放着贼溜溜的金光 你管我瞅啥 夜晨直接抬脚 飞向了紫微星 等等我 正涛忙慌 跟上了夜晨的脚步 还不忘用手指戳了戳夜晨 听没听说 上头又要选绳子了 凡大罗建宗弟子 皆有资格参加选拔 表现经验者 还有感悟剑神剑意的殊荣 剑神剑意 夜晨摸了摸下巴 眸光还亮了一下 好似没咱啥事 正涛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 连汤都喝不上 两人并排 飞入了紫微星 如两道鲜光 落在了一片仙山脚下 夜晨扫了一眼仙山 不由地唏嘘了一声 纵是在李康的记忆中 有着仙山的画面 可真正得见 才知大罗建宗的磅礴 一片仙山 紧紧山峰就要近九千座 每一座都蒙在缭绕云雾之下 这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 如梦似幻的一般 走了 正涛已窜进了仙山 像一只老鼠 夜晨跟了进去 仰头看着屹立在大罗建宗的一把巨剑 足有上千丈高大 乃是大罗建宗的象征 其个头儿 还真是大的离谱 大罗建宗 的确不亏北斗霸主之称 整片仙山 就是一座玄傲的法镇 其内山峰 仅仅九龙拱天之势 就有三处 防御结界更是霸道 得亏夜晨是混进来的 这若是强攻 八百年也轰不开这里的结界 强的离谱 夜晨一路都在唏嘘 已感知到了诸多隐晦气息 仅仅圣人级别 就不下十五尊 准圣有三百之多 分布在各个山峰 除了这些 便是最隐晦的一股气息 在仙山深处 那是一尊圣王 夜晨摸了摸下巴 摇看着那个方向 按道蛮熊的老子圣王蛮人 揍的应该就是大罗建宗那个圣王 他能想象那个吊炸天的画面 自那边收了目光 夜晨一路都在左瞅右看 大罗建宗皆是剑修 随处可见修炼剑道的弟子 也随处可见背负道剑的弟子 皆是天赋异禀 大罗建宗的门槛 还是很高的 剑神剑意歌那呢 夜晨心中嘀咕 转了一大圈 都未寻到所谓剑意 李康的记忆中 也并未剑神剑意的真正所在之处 夜师弟 大罗建宗可有转世人 正走间 混沌顶中传出了断玉的声音 倒是把这茬忘了 夜晨拍了拍脑门 当即掐指推算 北斗星域的古星 他是寻了一个辩 可这大罗建宗 还是第一次来 算着算着 夜晨眸光变亮了 不算不知道 这么一算 哎 还真有 本章完 第1322章 庄义逼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收了神通 夜晨转身走入了一条幽静小道 不多时 他才停下脚步 前方 乃是一片空旷地 介于两座仙山之间 空旷地上 有一座庞大的站台 悬浮在那里 隔着很远 都能嗅到唏嘘血腥之气 站台四周里 三层外三层聚满了人影 甚是热闹 风云台 夜晨摸了摸下巴 按道 这里该是大罗建宗弟子 解决私愿的地方 好地方 夜晨一脸语重心长 对风云台自是不陌生 西年在横月宗 他没少上风云台 与他对战的 基本都是残废的 心里嘀咕了一声 夜晨看向了站台 其上有两个大罗建宗弟子助力 一个紫衣 一个白衣 修为不强 皆是黄静一重境界 夜晨目光定格在那白衣弟子身上 他便是大罗建宗中 唯一的一个转世人 对于那白衣弟子 李康的记忆中有他的画面 明幻阳风 至于与白衣弟子对战的 那个紫衣弟子 明幻寒明 相比阳风 寒明来头可就大了 乃北斗新玉 一个大势力的圣子 在大罗建宗中 也有强有力的后台 因这两层关系 平日里在大罗建宗 可没少嚣张跋扈 夜师弟 哪个是转世人 夜晨看时 混沌顶中的段玉 忍不住问了一声 台上那个叫杨风的白衣弟子 没见过 段玉打亮了一眼台上的白衣弟子 不由得摇了摇头 那是聂风师兄的转世 夜晨微微一笑 聂风师兄 段玉愣了一下 又一次打亮起台上的白衣弟子 他可与前世聂风吾 丝毫相像 也难怪他没能认出是谁的转世 转世的人 样貌或许有改变 夜晨笑着解释道 轮回玄之右玄 转世成妖兽仙草 也并非不可能 就连性别也可能改变 原来如此 杨风 今日来了 便不用回去了 两人传音之时 站台上响起了那韩明的幽笑声 笑得细虐 真是与大罗神子一个德性 那便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转世聂风淡淡一声 不自量力 韩明应笑一声 一步踏出 身形如鬼魅 再次现身 已是转世聂风十丈外 杀剑争鸣 展出了一道银色鲜光 转世聂风也自不会示弱 道剑争鸣 亦是一剑 斩断了韩明鲜光 大战灯时开启 站台上剑影飞舞 皆是大罗剑宗弟子 施展的剑道 都极为相像 二人斗的不愤伯仲 庞大的站台 皆因他二人大战 而翁龙作响 一道道剑痕印在站台上 惹得观战者 都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 你说杨风和韩明 谁会赢 看着大战二人 站台四周 也是一轮纷纷 那还用说 必须是韩明 有人沉吟道 他的家族可是不弱 这些年身得剑道传承 加上他特殊的血脉 岂是杨风可比 那可不好说 杨风天赋不弱 谁输谁赢 未输可知 有人说道 我倒更看好杨风 一如前世那般惊艳 看着转世聂风 叶晨笑了笑 并非寄出解开 前世记忆的鲜光 如今这热闹场景 容不得他这般做 这么热闹 你也不叫我 一人挤到了叶晨身边 乃叶晨在紫卫心外 遇见的郑涛 一双聚光式的小眼睛 依旧贼溜溜的 看归看 别偷我东西 叶晨瞟了一眼那郑涛 看你说的 我是那样人吗 那谁说的准 此番外出历练 我得了一宗宝物 郑涛戳了戳叶晨 扯开了自己的橱袋 从里面拎出了一颗紫色灵珠 稳定心神所用 要不八百元时便宜卖你 郑涛对着叶晨 眨白了一下小眼睛 真是让我意外 叶晨摸了摸下巴 盯住的却不是郑涛手中的紫色灵珠 而是郑涛的储物袋 就在先前郑涛扯开储物袋的那一瞬 他从储物袋中嗅到了宝物气息 而且是不凡的宝贝 要不要 说句话 郑涛握着紫色灵珠 依旧在等着叶晨回话 不要 别啊 价钱可以商量 老实说 我看上你储物袋中那顿小铜鼎啊 叶晨抠了抠耳朵 小铜鼎 郑涛嘀咕一声 又埋头扯开了储物袋 一顿翻找之后 才拎出了一个小香炉 放在叶晨眼前晃了晃 这个 不晓得 那你这小铜鼎卖不卖 叶晨一笑 价钱吗 可以商量 卖 当然卖 郑涛咧嘴一笑 随即竖起了一根手指 一千元石 成交 叶晨想都没想 直接塞过一千元石 而后很自觉地拿过了那小铜鼎 这么干脆 郑涛黑黑一笑 按道叶晨没眼光 那小铜鼎 是他从地摊上逃来的 只花了不到一百元石 转手就挣了九百 叶晨直接无视着丝 他正握着那小鼎 翻来覆去的打量 这样的小铜鼎 他有两个 其中一个得自大楚的幽冥黑士 江太虚曾言那是宝贝 叶晨曾在小鼎中 炼出过魔血 的确是宝贝 至于另一个小鼎 得自诸天万语的天府神朝城 其内也有魔血 如今的这尊小鼎 与他在幽冥黑士 和天府神朝城得到的那两尊小鼎 一模一样 绝对出自一人之后 其内也有一滴精纯魔血 这才是好东西 叶晨神秘一笑 将那小铜鼎塞进了储物袋 只带有空将小鼎中的魔血炼出 至于鼎中秘密 还需研究 我这还有宝贝 你要不再挑挑 郑涛又扯开了自己的储物袋 你自个儿放着吧 叶晨瞥了一眼 便收了目光 储物袋内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算少 不过接不入他的法眼 没啥宝贝可言 不要拉倒 郑涛无趣地收了储物袋 要分胜负了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把叶晨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站台上 韩明和转世聂锋 已分裂站台两方 皆是手握争名杀剑 气息在急速攀升 周身飞舞的剑芒 割裂的空间温光作响 大战至此 已过近百招 二人是想此一击决胜负 动用地皆是见到神通 而且是大招 恐怖的剑意 让观战者是一退再退 杀 但闻韩明一声嘶吼 豁然出剑 一剑如长虹 带着催枯拉小的洞穿力 相比他而言 转世聂锋倒是淡定多了 这与前世他有几分相像 气质淡漠而孤傲 亦是出剑 一剑神芒 其威力 堪称霸绝 万众瞩目下 两种剑道神通相撞 以剑间相对的那个点 形成了一层波纹 无限制向四方扩散 所过之处 成片成片的灵术 被拦腰斩断 观战者更是祭出了 护体的法力 生怕遭波及 咔嚓 道剑碎裂的声音很快响起 那是韩明的剑 神通败了 本命法器也碎裂 被转世聂锋一剑洞穿 跌落了战台 落地血泼一片 这等结果 让观战者唏嘘不已 被大多数人看好的韩明 竟是败了 韩明遭重创 亮腔爬起 一语味言 便喷血了 杀 给我杀 这丝披头散发 双目血红 面目凶宁 如一条疯狗一般在咆哮 当时 便有三道人影杀上了战台 乃是与韩明 是一个师门的弟子 修为与韩明 聂锋相当 都是黄敬一重 气息还高过二人 当下 刚要下台的聂锋 便被三人围住了 许氏受伤太重 嘴角还有鲜血溢出 加上三人杀鸡的锁定 让他嘴角鲜血溢出更多 三位师兄 这是何意 聂锋持剑 淡默地看着三人 何意 三人纷纷冷笑 伤了我师弟 自是要给我等一个说法 但不知三位师兄 想要何种说法 未曾聂锋开口 夜晨便上台了 嘴角尽着笑意 惬意地扭动着脖子 看得那郑涛一愣 看得聂锋一愣 也看得在场人一愣 看得台上那三人也是一愣 那不是李康吗 什么情况 这是要为杨锋打抱不平 就凭他一个天见 真逗 装逼也不挑的好时候 惹谁不好 偏要惹韩明 李康 找死吗 滚 台上三人反应过来了 纷纷怒骂呵斥 李康师弟 下台去 我能 聂锋也开口了 但话还未说完 便仰起了头 因为对面那嚣张跋扈的三人 已从站台上飞了出去 哇 观战的弟子 也都集体仰起了头 都不知发生了什么 就见三人飞了出去 飞出去很远很远 在虚空中 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走了 夜晨已拉起了 还在惊恶状态的聂锋 跳了站台 说起来 他如今扮演的李康这角色 和转世聂锋 还是一个师门山峰 聂锋神色已从惊恶 变成了震惊 聂锋是看得最真切 是眼睁睁地看着夜晨 一掌扫飞了那三人 饶视他对上 那三人都会败得凄惨 而实力平平的李康 却是这般霸道 如此一幕 如何让他不震惊 夜晨一笑 带着聂锋消失在了这里 他的战力何等强横 没一巴掌呼死 那撒货就不错了 不过饶是如此 那撒货也注定残废了 两人走后 站台下的观战弟子 才反应过来 张哲的嘴 久久未能闭合 不 我没看错吧 有人挠了挠头 那是李康 我记忆中 李康可没这么掉 竟是一招横扫了三人 李康该是隐藏了实力 有人沉吟了一声 我得找他聊聊 郑涛以溜烟窜了出去 一双小眼睛 咕噜噜地转动着 好基友竟是这么强 真是远远刷新了 他震惊的底线 我不信 身后 想起了韩明那丝 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本来是针对杨风 聂风 的杀局 为此他还不惜 花了大价钱 请来了三个师兄 却是杀出了这么一个狠角色出来 他怎会服气 本章完 第1323章 魔族之物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李康一掌 扫费了三个黄境 这个消息 如同长了翅膀一般 飘满了大罗剑踪 这片仙山顿时沸腾了 而这边 叶尘已将聂风拉上了一个隐秘的山头 寻了一个隐秘洞府 聂风依旧如看怪物似的 看着叶尘 跟随叶尘这一路 他也算是想明白了 他这个名为李康的师弟 自始至终 都在隐藏着真实实力 不然也不可能一掌扫飞三人 叶尘不语 抬手祭出了结界 笼罩了方圆上千丈的天地 叶封皱眉 抬手出结界 这可是圣人才具备的神通 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他这个师弟了 归位了 叶尘一笑 抬手弹出了一缕鲜光 没入了聂风的眉心 还在震惊状态的聂风 身躯灯时未知一颤 继而双手抱住了头颅 叶尘看了一眼聂风 便取出了从郑涛那里买来的小铜顶 继而鲜火包裹了他 小铜顶嗡鸣一颤 其上刻画的魔纹也随之流转 有一滴魔血被炼了出来 蕴含精脆的魔力 被叶尘当场吸收 融入了魔道之中 一如前两次 他又盯住了小顶 隐隐开了先眼 却依旧未能看出小顶的秘密 只知铸造小顶的材料很是特殊 无比的坚硬 叶尘师弟 这小顶何种来历 混沌顶中的段玉 试探性地问了一声 该是魔族之物 魔族之物 真巧 我也有一个 你也有 叶尘愣了一下 曾在一座古墓中所得 段玉轻轻俯手 将一尊小顶送了出来 既是对叶师弟有用 那便送与师弟了 我留着也无用 谢过段玉师兄了 叶尘一笑 握住了那段玉送出的小铜顶 这尊小铜顶 与他手中的三个一样 一样的材质 其上魔纹也如出一辙 嗡 小顶在嗡鸣 另外三个小顶也飞了出来 四尊小顶相互环绕悬浮 似是很欢快 皆有魔力流逸 交织出一缕缕 让残破画面 叶尘眼眸微眯 盯住了四尊小顶交织出的画面 隐约间 他看到了一道背影 体魄雄伟 如山坚韧 那该是一尊万古剧情 仅仅是看着 叶尘便敢双目刺痛 心神为之恍惚 叶尘心中一声轻斥 收了心神 四尊小顶也停止了颤动 交织出的残破画面 也随之消散 叶尘收了四尊小顶 他们太过诡异 饶视他的实力 都险些心神尸首 这等器物 必定来历颇大 也必定藏着 不为人知的秘密 嗯 这边的聂丰 还在抱着头颅 痛苦低吼 随着仙光不断融入 随着前世记忆 不断解封 一段尘封的往事 逐渐显现 叶尘便回了原来模样 只想聂丰醒来 第一眼便能认出 他是叶尘 不知何时 才见聂丰身躯停止了颤抖 双眸覆满了热泪 正正地看着叶尘 那张脸庞 纵视过了前世今生 也依旧那般清晰 聂丰师兄 欢迎归位 叶尘笑了 笑容带着沧桑的泪 一百年了 聂丰豁然上前 猛地抱住了叶尘 堂堂七尺男 竟是满脸泪光 前世今生 就是一场幻梦 梦醒前最后一刻 看到的还是叶尘 杀向北镇苍原为大厨 讨还血债的萧瑟背影 记忆便在那一瞬定格 梦醒后 已是轮回了前世今生 悠悠岁月 百年蹉跎 能在第一眼看到前世的故乡人 聂丰的心境可以想象 此画面让人想哭 叶尘又寄出了几层结界 护住了这洞府 将段玉和些许转世人放了出来 你妈 看到段玉和诸多故乡人 聂丰方才擦干的泪眼 又饮满了热泪 叶尘微微一笑 抬手又将一道鲜光 打入了聂丰眉心 这道鲜光 蕴含诸多记忆 有大楚的 也有他来诸天万玉之后的诸多事 譬如他这一路 寻了多少转世人 譬如 他都寻到了谁 自然 有些事他是不会告知聂丰的 就如那空间黑洞中 估计百年 故乡人相拥而弃的画面 还是很煽情的 直至夜晚 叶尘才将段玉他们 带入了混沌顶 这毕竟是大罗剑宗 有圣王坐镇 一旦被发掘 后果可不怎么好 小心为妙 洞府口 也只剩聂丰和叶尘 握着酒壶 仰看星空 叶尘又变回了李康的模样 看得聂丰笑着摇头 也自是明白 为何叶尘能一掌扫飞三个黄镜了 以他的战力 完全可以做到 说点正事 叶尘收了思绪 看向了聂丰 师兄可知 剑神剑意在何处 我需要通过那一丝剑意试着联系诸天剑神 不知 聂丰轻轻摇头 莫说是我 就连大罗剑宗的准圣 都不见得知道那剑意在何处 也或许只有圣人才知晓 太过隐秘 那还真是淡疼啊 叶尘狠狠挠着头 仅凭剑神剑意 就能寻到诸天剑神 聂丰试探性地看着叶尘 此事我查阅过秘卷 叶尘缓缓说道 如诸天剑神这种级别的存在 剑意多半带着些许灵智 一旦唤醒那剑意中的灵智 多半便能沟通剑神本尊 最不济 也能引起他的些许关注 近日大罗剑宗会重新选绳子 表现经验者 有感悟剑神剑意的殊荣 聂丰忙慌说道 一夜失地的战礼 连大罗绳子都能斩 拿下绳子之位该是不难 届时便知剑神剑意在何处 又要耽搁时间了 叶尘深吸了一口气 累了一百多年 当时歇歇脚 聂丰拍了拍叶尘肩膀 也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叶尘那刻满岁月沧桑的脸庞 看着让人心疼 他能想象到 为了寻转世人 这一百年来 他吃了多少苦 歇便歇歇吧 叶尘笑了笑 抱着后脑勺躺在了地上 他的确是累了 自大楚至诸天万玉 一百年了 一路都带着封尘 你俩搁这啊 两人说话之时 一人爬上了山头 正是那郑涛 哪都有你 叶尘瞟了一眼郑涛 别闹 师尊换你们 郑涛抠了抠耳朵 他与叶尘扮演的李康 和聂锋扮演的杨锋 乃是同门 说起战力的话 他就扎了太多了 走了 叶尘拍拍屁股起身了 既是演戏 自然是要演全套的 对李康所谓的师尊 他并不好奇 他的目的是见神见义 回山 聂锋也起身了 等等我 郑涛快走两步跟上了 看了一眼聂锋 这才将目光放在了 叶尘的身上 表情甚是古怪 我都不知你这么强 有没有一种抱大腿的冲动 叶尘很随意一句 报 那得报 郑涛咧嘴一笑 将一个储物袋 塞进了叶尘的怀里 其内装了一千元石 日后还请李师弟 多多关照才是 真喜欢你这尿性 叶尘自不会拒绝 再少的元石 也是钱不是 本章完 第1324章 幽静的夜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三人并排 惹来了太多人瞩目 其目光 多是看向夜尘 指指点点 今日风云台一战 这次可算是火了 一个天静 一巴掌扫飞了三个黄镜 这战力不要太掉 惊掉了一地下巴 被他打飞的三个弟子 此刻都还在病床上唧唧歪歪呢 对此 夜尘直接无视 对此 聂风也直接无视 夜尘的全部战绩 若说出来 圣王都会吓哭 他俩直接无视 旁边的郑涛纳斯 就很不安分的了 贼没数目的他 连走路都嚣张了不少 一路大呼小叫 典型的仗势气人纳好人 不多时 三人上了一座 名为紫竹峰的仙山 此山峰便是他们的修炼山峰 峰竹乃是一尊准圣 门下有弟子三千 夜尘的归来 又是万众瞩目 山峰上修炼的弟子 都投来的诧异的目光 多有如正涛纳好人跑上来 免不了送元石宝贝这些 夜尘很不客气 照单全收 反正也待不了多久 带来到大殿 一子一老者已在等待了 乃是这紫竹峰的峰竹 紫竹真人 夜尘见之 不由地摸着下巴 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紫一老者 他是见过的 不止在李康的记忆里 在藏海和杜杰 那片星空时 都参与过对他的围杀 不过每次都无比的狼狈 卡尔 你真是让为师意外啊 紫竹真人狠狠拍着夜尘肩膀 笑得乐开了花 多少年了 他门下终是出了一个天赋弟子 小意思啊 夜尘很随意地耸了耸肩 其后还不忘在这殿中左瞅右看 他已经习惯了 每到一地都会习惯性地 丑丑有无宝贝 师尘赏你的 紫竹真人心情倍儿好 将一储物袋塞给了夜尘 其内装着诸多修炼材料 如丹药 仙草 原石 和秘卷这些 多谢师尊 夜尘自不会客气 白给的 为吗 不要 好好修炼 师尊 问你打听个事儿 夜尘收了储物袋 试探性地看着紫竹真人 您老可知 咱大罗剑宗那一道剑神剑意在何处 不知 紫竹真人捋着胡须摇了摇头 那是大罗剑宗的高度机密 宗内也只有有限的几人知道 师尊我还未到那个级别 那还真是遗憾 夜尘心中叹息一声 本来大罗神子是知道剑神剑意在何处的 可大罗神子的记忆有禁止 而且是圣王修士设下的禁止 饶事他也难堪破 不然也不会如此这般被动 三日后剑宗大笔 若康尔表现惊艳 是有机会参悟剑神剑意的 师尊 所谓的剑宗大笔 是怎么个打法 两两对决 踏天路 紫竹真人悠悠一笑 三日后 会有一条999层的云梯 每一层云梯之上皆有禁止 越往上走威压越重 能真正走到尽头的人 才有真正资格竞争神子之位 自然 若只有一人走到尽头 那那个人 便是大罗剑宗当之无愧的神子 如此说我便懂 叶辰笑了笑 西年大楚天庭 就是这般选九大真传的 这样也好 也省得在两两对决中 浪费无味的时间 去吧 紫竹真人 又拍了拍叶辰肩膀 徒儿告退 叶辰拱手一礼 演的是毕恭毕敬的 看得紫竹真人 是喜笑颜开的 不晓得让他得知叶辰身份 会不会当场吓哭 出了大殿 叶辰便去了聂峰的住处 聂峰修炼地 乃是一片紫竹林 甚是幽静 与聂峰的气质 很是相配 然 这片紫竹林中 并非只有聂峰一人 还有一个倩影偏仙的女子 一袭白衣出尘 如若九天下凡的仙女 不食着人间烟火 李康记忆中 有着白衣女子 名幻林轩 亦是紫竹风的弟子 有意思 叶辰笑了笑 瞬间看明白是咋回事了 一向孤傲的聂峰师兄 在前世并未寻到红颜之己 今生该是弥补了遗憾 有一人作伴 见叶辰到来 聂峰起身了 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林轩也起身了 与聂峰一般 不惜言语 但美眸中的惊叹之色 还是不可掩饰的 也在为叶辰一掌 扫飞三个黄径的心声震惊 没打扰你们吧 叶辰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 莫打雀 聂峰干咳了一声 林轩神情也有些不自然了 还不好意思啊 叶辰咧嘴一笑 扶手取出了一个乾坤袋 塞给了林轩 其内装着不少原石和秘卷 以及一些不凡的法器这些 这 林轩愣了一下 主要是储物袋里的数量 多得有些吓人 给你便收着 聂峰笑了笑 这 这也太多了 大嫂不用跟我见外 叶辰咧嘴一笑 大 大嫂 好了 办点正事 叶辰笑了笑 挥手祭出结界 照住了紫竹铃 见状 聂峰瞬间明白 叶辰要做什么了 当即盘歇而坐 随后还不忘对着林轩一笑 示意他也坐下 林轩愕然 但还是坐下了 这边 叶辰已祭出了鲜火和天雷 笼罩了二人 聂峰还好 早知叶辰有鲜火和天雷 林轩就不但定网 与李康同门这么久 竟不知他还藏着鲜火和天雷 极大的超出他的预料 稳定心神 叶辰微微一笑 圣体本源也祭出了 涌入了二人体内 以大手段为两人洗炼血脉 稳固他们早有的修炼道根 好霸道的血脉 林轩心中一惊 很清楚地感受到 叶辰血脉蕴含的力量 他修到百年 都未见过如此霸道的血脉 他还是太小看 他这个师弟 收了思绪 他与聂峰 纷纷闭上了双目 直至深夜 叶辰这才收了手掌 至于聂峰和林轩 依旧闭目盘息在那里 血脉被洗炼 他们都在盘坐中进了一街 于他们而言 这是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造化 叶辰面带微笑地看了一眼二人 聂峰寻到了命中另一半 做兄弟的 该为他高兴 再次一笑 叶辰转身走出了紫竹林 叶空深邃 碎星如沉 叶辰走上了紫竹风山巅 俯瞰着这片仙境 夜里 万籁俱寂 月光笼罩下大罗剑宗 如梦似幻 祥和和幽静 神华飘飞 白雾缭绕 给这片人间净土 蒙上了一层绚丽外衣 嗯 正看时 叶辰眉头一皱 下意识地抬手 看向了大罗剑宗深处 那里 仙光飞舞 云雾阴云 有一道虚幻的人影悬浮 白衣白发 看不清其面容 虚幻的白衣和白发 无风而摇曳 如梦幻一般 那虚幻之人很诡异 时影时现 看似是一个人影 但更像一把剑 剑神剑意 叶辰威眉了一下眼眸 再次定眼看去 那虚幻的白衣白发之人 竟是不见了 叶辰皱眉 能逃过鲜眼的窥看 那虚幻之人 并非真实存在 而是一种意境的外现 他能想到的 也只有剑神的那一缕剑意 下意识地 叶辰挪动了脚步 向直奔那方 不过 一步踏出之后 他又驻足了 那是大罗剑宗深处 以他的身份远不能踏足 一旦被那尊圣王发掘 是免不了诸多麻烦 再等三日 叶辰深吸了一口气 声声压下了激动心绪 很是笃定 剑神剑意 是带灵志的 只要剑神剑意 具备些许灵志 他就有把握 通过他寻到剑神 只要寻到剑神 便能寻到昆仑须 寻到了昆仑须 大楚便得救了 本章完 第1325章 通天云梯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三日悄然而过 三日来 叶辰从未离开过紫竹峰 闭幕三日 感悟了混沌之道 清晨 和煦的阳光倾洒大地 这片仙境更显祥和 遥看去 大罗剑宗九千座山峰 皆有人影飞出 有弟子也有长老 皆是穿着崭新道袍 细数之下 其人数竟然有几十万之多 大罗剑宗中心处 乃是一片空旷地 被三山环绕 方圆足有二十万丈 乃大罗剑宗的风扇之地 但凡神子风位 皆在这里 今日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乃大罗剑宗选神子之日 此刻 风扇之地 已是人山人海 四面八方 也皆还有人人影 划天而来 你说 谁能力压群雄成为神子 人还未全道 议论声 已是此起彼伏 三五成群的弟子聚在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 聊得甚是热闹 那必定的天见风的紫阳师兄 有人沉吟一声 上次争选神子 他只输了大罗神子一招 他的霸道血脉 无人能及吧 那可不好说 地见风的子李师兄 也不是吃素的 这些年修为进阶飞速 掌门师伯还为其寻了不少灵药 战力也早已蜕变 我倒认为 是人见风的子天师兄 不是紫阳师兄 就是子李师兄 或是子天师兄 反正就他仨呗 其他人都是陪衬 就如我们这些小虾米 上去也是炮灰 丑见没 那紫竹风的李康来了 聊得正欢时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把太多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入口处紫竹真人 已带着紫竹风的弟子来了 可谓是浩浩荡荡 夜晨就在人群之中 我就奇了怪了 一个天镜 竟能一掌扫飞三个黄镜 他是开挂的吧 必定隐藏了实力 有人摸了摸下巴 看其气息 已不是天镜了 这三日来 子竹师叔 该是砸了不少丹药 助其突破到了黄镜 议论声中 夜晨 聂风和林轩 已先后坐下 对于四方的目光 直接无视 至于他的修为 已从模仿天镜 变成了模仿黄镜 不然 若仅凭天镜修为 夺了神子之位 必定让人惊异 免不了被带回去研究 大罗剑宗 真是人才被出啊 扫了一圈 夜晨不由地唏嘘了一声 仅仅特殊血脉 就不下千个 气息不弱 皆是天赋极高之辈 夜师弟 能对你构成威胁的 只有天剑锋的紫阳 地剑锋的紫力 人剑锋的紫天 聂风传来话语 他们三人皆是霸道血脉 上次争夺神子之时 他三人与大罗神子 战力相差无几 特别是天剑锋的紫阳 与大罗神子不相上下 只输一招 这些我都知道 夜晨笑了笑 倒是把这个忘了 聂风干咳一声 忘了夜晨 已搜了李康的记忆 此天来了 两人传音之时 林轩轻语一声 悬灭真铁 夜晨微微抬手 看向了虚天一方 一道身影 以滑天而来 乃是一头紫发 气息蓬勃 神光闪耀 周策 还有诸多玄妙意象交织 其修为乃黄境巅峰 只差一步 便进阶准胜 紫力也来了 聂风淡淡一声 底言真铁 夜晨抬眸遥望 一眼便瞧见了 踏天而来的紫力 气势丝毫不弱紫天 通体都燃烧着烈焰 气血更是磅礴如海 夜晨注视下 紫天和紫力不分 先后落下 座位还是南北两方对立 隔着很远 两人还不忘对视一眼 眸中还有挑衅之色闪烁 紫阳师兄到了 二人对视之时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这下 紫天和紫力皱眉了 纷纷看向了一方 眸中还有浓浓的忌惮之色 酒阴绝脉 夜晨又笑了 饶有兴趣地看着 踏空而来的紫阳 相比紫天和紫力 这紫阳气息就强横了一分了 体魄甚为强大 通体鲜光飞舞 周身的异象 还不时交织出 一幅幅玄妙的画面 万众瞩目下 紫阳落下了 神色玩味地 瞥了一眼两方的紫天和紫力 嘴角微微翘起 浸满了细虐的笑意 跟我争 你们差远了 三人先后到来 让现场的气氛 顺时热聋了起来 特别是诸多女子们 皆是一脸花痴模样 三人之后 又有诸多弟子遇天而来 修为皆是不弱 血脉也皆是特殊之辈 不过与紫阳三人相比 差了可就不是一心半点了 弟子全道 接下来才是重量级的人物 大罗剑宗圣主 和诸多长老也先后到来 叶晨扫了一眼 心中不免扎舌了 大罗剑宗仅仅圣人就有十八尊 变观全场 准圣级别的 就不下二百尊 如此阵容 让人骇然 不过 叶晨并未见大罗剑宗的圣王 那等级别的人 多半不会前来 肃静 热闹的风扇之地 因一道庄严之声 而瞬间变得宁静 一个白衣长老 已登上了云端云台 神色肃穆 乃是一尊圣人修士 圣进八重天 叶晨并未见过他 多半是闭关刚出的圣人 话不多说 开天路 白衣圣人淡淡一声 让太多人都作证了 随着那白衣圣人跌落 风扇之地 瘟鸣动荡一下 继而一层层云梯显现 一层压着一层通向虚天 足足排列了999层 每一层都刻画着古老的阵纹 那是强大极致 一层更甚一层 参加选拔的弟子 上天路 白衣圣人话语飘渺 带着无上威严 走了 四方皆有弟子起身 我还未登过天路 诸多弟子 已迫不及待地过去了 一脸兴起 尽力就好 诸多风竹也都这样 告诫着自家弟子 因为争夺神子 本就没他们什么事 真正的角逐 还是资紫阳 紫里和紫天他们 至于剩下的弟子 充其量只是陪衬 自己高兴变好 此不量力 紫阳 紫天和紫里也起身 满眼轻蔑地瞥了一眼 那些争先恐后的弟子 嘴角自始至终 都挂着让人厌恶的戏虐笑容 你俩不去 座位上 夜晨起身了 却未见聂峰和林轩起身 看着便好 聂峰和林轩 纷纷一笑 也好 卡尔 莫要让为师失望 临走前 紫竹真人 都还不忘捋了捋胡须 您瞧好吧 夜晨很潇洒地抿了抿头发 就是不知道这个 叫紫竹的老家伙 待会儿照不照得住 因为他的弟子 要一飞冲天了 那个便是李康 夜晨走下来 惹来了大罗建宗圣主的注视 一掌横扫三个黄金的弟子 就是他了 身侧一尊圣人开口道 未曾想紫竹风 还有这么一个天赋弟子 紫竹藏得够深啊 天赋再高 也只是陪衬 一尊圣人 言辞丝毫不加掩饰地说 不过众人也并未反驳 因为总是再强 也强不过紫阳他们 几人谈论之际 已有不少弟子 争先恐后地踏上了天子 黑压压的一片 这也不难啊 多有弟子诧异一声 前十几层走的甚是轻松 基本没啥压力 只是 没走几十层 有些弟子的步伐就变得沉重 被微压 压得脸庞胀红 更有甚者 干脆就被 压得半跪在那里 这才明白天路的恐怖 这才几十层 便这般艰难了 更遑论是999层 撑不住了 有弟子已捏碎了玉石 离开了天路 一旦有人离开 便形成了连锁反应 成片成片的弟子下了天路 以至于先前天路上 黑压压的人影 顿时变得空旷了很多 不过 也有那么几个不信邪的弟子 被压得喘不过气息 却依旧坚持 碰 碰 碰 议论声中 三道身影可谓是并驾齐驱 步伐沉重 他的云梯碰碰作响 丝毫无压力 一步一台阶 直奔上方而去 不用说便是紫阳他们了 这么强 坐在云梯上歇歇的弟子 个个震惊地 看着三人背影 竟是丝毫无压力 所以说 我们终究只是陪衬 有人暗自摇了摇头 不自量力 听着一路的震惊声 感受着一路一双双敬畏的目光 紫阳三人纷纷戏虐一笑 期间三人也还不忘各自对视一眼 谋中多是挑衅之色 真正的角逐还未开始 胜负未属可知 而等以为 谁会先到重点 看着天路 大罗见宗圣主悠悠一声 老夫看好紫阳 我倒看好紫阳 紫天实力也不弱 诸多圣人纷纷捋了捋胡须 神子之位 必定在他三人之中产生 不过无论是谁 都比不过大罗神子啊 说到大罗神子 无论是大罗见宗圣主 还是圣人义或者是准圣长老 脸色都为之冰冷了下来 清尽全力培养的神子 说死就死了 我靠 众人谈话之际 下方传来了惊叫声 闻言 众人收了思绪 纷纷看向了天路 眼眸随之微眯了起来 不怪他们如此 也不怪在场人惊叫 主要是天路上 有一人走得推快了 或者是一路小跑上去的 好似直接无视天路 压制似的 那人不用说便是夜晨了 夜晨乃是最后一个上天梯的 一路摇头晃脑的 甩下了一批又一批弟子 一口气走到了五百层 都不带停留 不带大喘气的 本章完 第1326章 天路争雄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这 这怎么可能 风扇之地半数以上的长老都起身了 神色惊讶地看着登天之路 目光无一例外地 全定格在夜晨身上 要不要这么掉 太多弟子都张了张嘴 一个黄金一虫 一口气 竟走了五百多层 都不带喘气的 那 那是我的图吗 紫竹真人正正地看着天路 连他这个做师尊的 都不知自己的图 还有如此霸道的实力 太意外了 意外吗 聂锋侧手对着神色惊讶的灵轩笑了笑 何止是意外 简直是震惊啊 看来我大罗剑宗 真是卧虎藏龙啊 诸多圣人 纷纷捋了捋胡须 此番风扇之后 带那李康来见我 大罗剑宗圣主淡淡一声 睿智的眸中 微眯地 看着天路上的夜晨 还有深意之光闪烁 碰 碰 碰 震惊声中 天路上的碰碰声响不绝于耳 缓慢而有节奏 许是身体沉重如山月 以至于脚掌每次落下 都会踏得云阶碰碰作响 那是夜晨踏出的声响 他的背影挺拔 每一步都稳健有力 神色淡漠 无丝毫的压力 这怎么可能 身在六百多层的子里和子天 也下意识地回首了 神色皆满是震惊 天路的威压 他们是知道 饶是他们黄静巅峰的修为 都难以支撑 一个黄静一重 静走得这般轻松 有意思 紫阳戏虐一笑 本以为只有子里和子天 能与之拼上一拼 不成想此番风扇选绳子还有黑马 让他多了不少乐趣 我在上面等你们 紫阳收了目光 瞥了一眼身侧的子里和子天 便豁然抬脚 步伐也为之加快 静一口气走了几十层 莫要小看我们 子里和子天 纷纷一声冷哼 也豁然迈动了脚步 玩命地追赶紫阳 一方面也想把下方夜晨 圆圆甩开 简直 夜晨悠悠一笑 依旧不紧不慢地跟随着 一步比一步沉重 碰 碰 碰 天路上的碰碰声响又响起了 整个天路都是聚颤的 因为夜晨这匹黑马 这风扇绳子盛会 变得有了乐趣 所有人都盯着天路 最前方的紫阳 已踏之八百层 身后便是子里和子天 与紫阳差了十几层 接下来是夜晨 当入七百层 至于夜晨身后 也还有人 却只有寥寥七八道人影 正在六百层左右徘徊 已是到了极限 每踏出一步 都会喷出一口鲜血 终究 那七八个弟子放弃了 纷纷捏碎了玉石 退出了通天之路 走到现在 天路之上也只剩紫阳 子里 紫天和夜晨四人 看来 最强还是紫阳 看着天路 下方议论声 又此起彼伏了 不到最后 胜负未属可知 最让我震惊的 还是紫竹风的李康 都没见其停下 他只是黄金一重 与紫阳他们 查了八个小境界呢 这也太霸道了吧 紫阳登上九百层了 议论声中 不知是谁说了一声 把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去 紫阳以强势 踏足了第九百层云梯 直至第九百六十层时 才见紫阳驻足了 许是踏到如今 这个高度 威压已是极强 让他的脸色都苍白了 磅礴气血也消沉了 强如紫阳 也扛不住了 驻足九百六十层修气 期间还不忘 瞥了一眼下方 紫里和紫天 也踏上了九百层 直到九百五十层才驻足 纵然想一口气追上紫阳 但实力不及 让他们不得不暂时停下休憩 你们差远了 紫阳悠悠一笑 玩味笑容更胜 别高兴得太早 紫里和紫天 纷纷冷哼一声 眸中还有寒光闪烁 天呐 李康也登上九百层了 三人目光对视之际 下方响起了惊叫声 三人纷纷收了目光 回首看向了下方 夜晨的确已经登上了九百层 这怎么可能 紫里和紫天震惊了 那小子什么怪胎 身在九百六十层的紫阳 也为之皱下了眉头 怎么 累了 说话间 夜晨已登上了九百五十层 左右瞅了一眼紫里和紫天 随后还不忘拎出了 九葫芦猛猛灌了一通 紫里和紫天并未开口 而是死死盯着夜晨 夜晨真是太过诡异了 一个黄金一重 竟然赶上了他们不说 而且还是满脸的轻松 累了就些话 我替你们追上紫阳那个傻逼 夜晨拍了拍两人肩膀 直接踏上了第九百五十一层 一路抬脚 直奔紫阳追去 见状 紫里和紫天纷纷咬牙 也豁然抬起了脚掌 他们也有他们的高傲 怎甘心屈居人后 更何况那人还是一个黄金一重 天路又颤动了 喷喷声响缓慢而有节奏 夜晨一路踏上 紫里和紫天一路都在喷雪 却还是一路玩命地追 如疯了一般 感受到了威胁 紫阳也紧咬牙关 强行调动气血 猛地踏出了一步 第九百九十层 紫阳又一次驻足 喷出了一口鲜血 紫里和紫天也驻足了 停在了第九百七十五层 然 天路并未停止颤动 因为还有人在走 喷喷声响 依旧缓慢而有节奏 那人不用说便是夜晨 踏上了九百八十层 这下 风扇之地除却有限的几人之外 其他人都在同一时间站起身了 神色震惊地看着夜晨 紫阳三人都吐血了 他倒跟没事人似的 夜晨直接无视 不乏并未停下 喷了一声 踏上了第九百八十一层 第九百八十二层 第九百八十三层 第九百八十五层 第九百八十八层 第九百八十九层 至此 风扇之地仅剩的几个还坐着的人 也站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天路 哄 随着轰隆一声响 他强势踏足了第九百九十层 这 下方哗然一片 一个黄镜一重 相差八个小境界 不仅把子李和子天 远远甩在了身后 竟还追上了紫阳 所有人都震惊了 怎么可能 第九百九十九层 紫阳喘着粗气 神色骇然地看着叶辰 他所看清的一人 竟是与他期间在第九百九十层 你瞅啥 叶辰瞟了一眼紫阳 直接抬脚 踏上了第九百九十一层 我不信 紫阳嘶吼 气血生疼 跟着踏上了第九百九十一层 牛逼你在追 叶辰一脚踏出 竟跨过了三层 直接上了第九百九十五层 惊得下方眼睛都直了 九百九十多层 威压何等强横 一个黄金一虫 竟一口气跨了三层 都没见过这么屌的 啊 紫阳大吼 也如叶辰一般 一脚跨出了三层 不过 他脚掌刚落下 叶辰便又踏上了第九百九十六层 继而是第九百第九十七层 第九百九十八层 第九百九十九层 万众瞩目之下 叶辰跨过了第九百九十九层 直接上了尽头的云台 破 紫阳喷血了 差点从云街上跌下去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本以为第一个走到尽头是他 无人能与他争 可却一再出变故 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 彻底颠覆了这一切 破 紫里和紫天也喷血了 他们以为最终对手是紫阳 可如今却出了一个比紫阳更掉的弟子 如此强大的对手 他们已无望神子之位 风扇之地 在此一瞬变得极其宁静 所有人都仰望着天路尽头的云台 那里 叶辰正坐在那里悠闲地喝酒 欣赏着大罗建宗的大好风光 就跟没事人似的 自始至终都没压力 一切都跟娃似的 这 这就上去了 不知何时 才听闻下方有人咕咚吞了一口口水 一个黄静一重 登上了天路尽头 开挂的吧 我 我不是做梦吧 紫竹真人正正地仰看着天路 只敢口干舌燥 只敢头晕目眩 第一个登上天路的弟子 竟是他的徒 他有这个实力 聂峰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心中并无震惊 昔日真是眼拙了 灵轩笑着摇了摇头 更甚先前的大罗神子啊 一帮圣人 纷纷唏嘘一声 明明是普通血脉 怎会如此霸道 大罗建宗圣主 眼眸微眯了一下 意外 真是让我意外 此子必定身藏了诸多秘密 哄 下方震惊海潮中 另一边的紫阳 已冲上了天路尽头 强势踏上了云台 为此 紫阳也瘦窗不小 冲上云台之后 便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身形亮亮呛呛的 本来他不会受伤的 只因不甘落后 而走得太急 夜晨瞟了一眼紫阳 依旧悠闲的喝酒 被如此无视 紫阳勃然震怒 磅礴气血汹涌而出 通体都绽放璀璨神盲 有悬傲意象显现 冰冷沙击 让云台都结满了寒冰 见此 下方诸多圣人都皱眉了 因为这踏天路的考验 还未结束 那天路尽头的云台 也不是对决的站台 紫阳此番要动手 是违反规则 莫要插手 为等那白衣圣人阻止 大罗建宗 圣主便发话了 即使开打了 在那里打都是打 杀 但闻紫阳一声嘶吼 一掌拍向了夜晨 夜晨冷笑 豁然起身 手握神通 一拳打穿了虚无空间 本章完 第1327章 实至名归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哄 拳掌相撞 天路轰隆聚颤了一下 二人一击神通硬汉 结局却是让人大跌眼镜 黄境巅峰的紫阳 竟被夜晨一拳轰的蹬蹬后退 带止住身形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全场接近 夜晨站立的霸道 远远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要知道 他与紫阳相差八个小境界啊 我不信 紫阳双眸血红 面目猙獰 寄出了一口杀剑 一剑斩出了一条银河 那便打到你谢 夜晨冷哼 手中也多出了一口神剑 斩向了紫阳 大战顺势开启 震得天路都光龙动荡了 二人大战场景甚是浩大 天路尽头的云台 俨然变成了一个混乱之地 有寂灭之气飞舞 每一缕都沉重无比 撵得虚空震战 所有人都仰起了头 眸光熠熠地仰看云台 此刻 谁还去关注 还在天路上的紫粒 和紫天二人 再说二人 已踏上了第九百九十层的云梯 很默契地停下了脚步 二人仰看了一眼上方大战 纷纷冷笑一声 心里有着同样的算计 那便是让夜晨和紫阳斗的两败俱伤 再跑上去收拾残局 然 他二人的算盘是打错了 因为对战不过十招 紫阳便败了 自云台上横飞了出去 在浩渺的虚空划出了一道绚丽弧线 全场 因紫阳战败而变得死一般的沉静 紫阳是何人 身负九阴绝脉 乃如今大罗剑宗战里最强的弟子 新年 他与大罗神子征雄 只败了一招 如今在一个黄敬一重手中 竟是连十招都未撑过 这落败的速度 让人反应不及 只是 他们哪里知道夜晨的战力 先前 还未渡天节他的 修为也只有黄金一重 便打得大罗神子惨败 如今 渡过了天节 修为又连破了两个小境界 他的战力早已蜕变 若非他悄悄放水 那紫阳在他手中 绝撑不过五个回合 这 这就败了 良久的宁静 不知因谁的一句话而被打破 十招啊 黄敬巅峰的紫阳师兄 竟是连十招都未撑过 那李康也推逆天了吧 如此战力 已不再为师之下了 紫竹真人 又觉口干舌燥 头晕目眩了 夜晨展现的战力 远远刷新了他的震惊的底线 身为李康师尊的他 竟是未曾想到 还有这么一个吊炸天的土 你好似不怎么震惊 林轩看了一眼身侧的聂峰 他的战绩 早已是神话 聂峰微微一笑 一句话让林轩神色一愣 聂峰说的倒是大实话 试问诸天万玉 有哪个图过大地 一万 真是让我等一万 大罗建宗十八尊圣人 纷纷深吸了一口气 老谋中满是震惊之色 他的战绩 远胜昔日大罗神子 大罗建宗果是人才辈出 大罗建宗圣主屡了屡胡须 可谓是喜笑颜开 丢了一个大罗神子 却是出了一个 比起更霸道的 万众瞩目之下 天路尽头的夜晨又坐下了 拎出了酒壶 灌了一口之后 夜晨饶有兴趣地看向了 还在天路第九百九十层上的 子天和子力 两位师兄 可歇息够了 闻言 子力和子天面目 顿时阴冷了下来 这是赤裸裸的无事吗 二人纷纷一声冷哼 凝聚了气血 竟是一口气 冲上了天路尽头云台 沙 登上云台 二人直接祭出了沙剑 一剑催枯拉朽 一剑斩天灭地 夜晨冷笑 起身再战 这下 方才沉浸没多久的天路 又一次轰隆动荡 纵失一条二 夜晨也依旧彪悍无比 秘书层出不穷 用的皆是大罗建宗的剑道 诸多秘书已被他复制 见到在其手中威力无比 全场之人 神色又变了 紫里和紫天 战力虽弱了紫阳一筹 可此刻是二对一啊 却依旧不敌夜晨 被打得抬不起头 再一次刷新了他们震惊的底线 鲜血 染满了天路 不知何时 才见两道血淋淋的人影 跌落了云台 乃是紫里和紫天 天路尽头 只剩那道挺拔的背影 犹若一轮骄扬 让人不改直视 他赢了 大罗建宗四个最惊艳的弟子 一个被他斩了 三个败在他手 无论是踏天路 还是云台对决 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神子 好 呼喝声如海巢 一浪高过一浪 无需再选 夜晨做神子实至名归 就是不晓得 让他得知夜晨真实身份时 会不会当场突显 啊 不甘的怒吼和咆哮声 自三方响起 那是紫阳 紫里和紫天他们 特别是紫阳 昔日争兄他败了 此番他又败了 败得更彻底 天路消散了 夜晨在呼喝声中 自天降下 这逼装的还是可以的 李康 上前接令 大罗剑宗圣主起身了 缥缈的话语 响彻了整个风扇之地 带着圣主的威严 让全场顺势变得宁静肃目 夜晨很潇洒地抿了抿头发 还不忘整了整衣衫 一步步踏上了石阶 大罗剑宗圣主 已取出了一面剑令 还有一个乾坤袋 乾坤袋中 装着一千万的原石 还有诸多秘卷 神通 丹药 和仙草这些 谢圣主 夜晨自不会客气 不要白不要 倒是那神子令牌 让他很是诧异 竟是由特殊仙精打造 混沌神鼎 该是很喜欢 要不要拿着这令牌 在这北斗星遇浪一圈 夜晨心中这么盘算了一句 大罗神子这重身份 逛一圈 能逛不少好东西 李康留下 其他人各自回去 大罗剑宗圣主话语 依旧飘渺 闻言 各封封柱 纷纷带着弟子 退出了封扇之地 临走前 都会满眼惊叹地 看一眼夜晨 这或许是他们见过的 最精彩的一次封扇盛典 值得一说的是 紫竹真人和紫竹风的人 离去时 腰板挺的那叫一个直 紫竹风出了神子 将来还会是圣主 紫竹风也会水涨船高 长老弟子退出 封扇之地 也只剩夜晨 还有包括大罗剑宗圣主 在内的十八尊圣人 夜晨依旧助立在原地 演的是恭恭敬敬的 大罗剑宗圣主他们 个个都眼眸微眯地 盯着而夜晨 似是在寻找什么 夜晨被盯得浑身不自然 得亏周天演化遮掩契机 不然他多半会被眼看穿 那么接下来会很热闹 十八尊圣人 也多半会凸显 本尊很意外 一个黄敬一重 你为何会有 如此强横的战力 大罗剑宗圣主 首先开口了 一双眸子 很有深意地看着夜晨 弟子外出历练时 乔玉一老前辈 他传了我秘书 夜晨随便扯了一个理由 前辈 圣王级别的前辈 夜晨当即说道 圣王 十八尊圣人眸中 闪过了一道金光 圣王何等强横的存在 饶师大罗剑宗 也只有一尊圣王 竟不知夜晨 还有如此造化 难怪 十八尊圣人 心中一声难难 对夜晨所说的 并未怀疑 圣主 听说风味神子的人 可感悟剑神剑意 夜晨搓了搓手 咧嘴笑了笑 但不知弟子 何时才能去感悟剑神的剑意 将你留下 便是让你感悟剑神剑意 一尊圣人笑道 这感情好 开始吧 十八尊圣人纷纷抬手 不分先后 掐动了同样的应觉 随着众人应觉定格 这风扇之地 翁龙俱颤了一下 有仙光莫名的飞舞 一道光门轰然显现 足有百丈高大 可谓是大气恢弘 夜晨眼眸微眯一下 瞬间看破了光门端倪 光门乃是一通道 这通道也只有十八尊圣人同时在场才能开启 也难怪他先前寻不到 对于剑神剑意 大罗剑宗还是很看重的 藏得十分隐秘 是怕外界亏看 为此不惜用十八尊圣人应觉封镜 算是无比谨慎了 去吧 一尊圣人微微一笑 你只有三日时间 大罗剑宗圣主说道 多谢圣主 夜晨狠狠吸了一口气 抬脚踏入了庞大光门之中 夜晨踏入之后 光门随之消失了 再寻不到丝毫气息 看着夜晨离去的方向 大罗剑宗圣主和十七尊圣人 纷纷捋了捋胡须 某中时而还有深意之光闪烁 主要是夜晨太过惊艳了 这边 夜晨已从另一侧的光门踏出 此刻 他眼前乃是一方世界 这方世界并不大 方圆也只有十万丈 有一座庞大的岩壁 岩壁光滑无比 闪烁着四隐四线的神华 夜晨走近 助力在了岩壁前 一眼便看见了 岩壁上印着的一道剑痕 争 争 一席间 夜晨还能听闻 有神剑之争鸣 甚是刺耳 简简单单一道剑痕 却是烙印着无尽剑意 那是一种道 诸天剑神的道 剑神剑意 夜晨下意识地抬起了手掌 轻轻触摸那道剑痕 这一摸可不得了了 他心神为之一颤 瞬间被扯入了一个玄妙的意境之中 再次现身 乃是一片浩瀚星空 北斗星域 夜晨扫了一眼四方 瞬间认出了 这是那片星域 他看见了一道虚幻的人影 白衣白发 如梦似幻 依旧看不清其面容 与他那夜在大罗剑宗深处所见的虚幻人影 一模一样 那虚幻的白衣白发人影 不用说 便是诸天剑神的剑意之身了 剑意之身立在星空中 双手倒覆在腰间 微微仰手 静静看着飘渺虚无 白发无风而动 他就如一个文弱书生 没有丝毫力气 没有丝毫杀击 一切都显得那般平凡 无剑神的丝毫威严 剑飞道 你可还记得东皇太星 夜晨开口了 声音沙哑无比 本章完 第1328章 传邦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剑飞道 你可还记得东皇太星 夜晨沙哑的话语 在意境的星空中飘荡 带着一路封城的疲惫 也带着百年蹉跎的沧桑 一句话语 剑神剑意虚幻的身影 轻颤了一下 回首看向了夜晨 然 他并未开口 静静助力 如雕像一般 一时那般静静地看着夜晨 一双古井无波的毛子 略显木讷 带着无穷的迷茫 你可记得东皇太星 夜晨上前一步 目不斜视地看着剑神剑意 只是他的问话依旧没能得到剑神剑意的回答 剑神剑意还是那般迷茫 夜晨皱眉豁然开了先眼 一眼看穿了剑神剑意 剑意虽有灵智 却在懵懂状态 不具备剑神的记忆 更莫说是东皇太星了 莫得 夜晨抬手了手臂 五指张开 朝向了剑神剑意 周天眼画 夜晨心中一声轻念 周天眼画秘术等时运转 要通过建议推演剑神 夜晨并不期望周天眼画 能算出诸天剑神此时在何处 因为他的道行太低 纵是有周天眼画这种秘法 也算不出剑神在何处 不过 他还是要推算 其目的很简单 那便是引起剑神的关注 剑神乃准地巅峰 有人用秘术推演他 必定会被其察觉 只需剑神察觉 夜晨便是成功了 剑神很可能会因此降临北斗星域 因为周天眼画的缘故 剑神剑意周身 有古老符文显现 字形排列组合 剑神剑意皱眉 想要挪动脚步 却是被夜晨祭出的太虚龙镜禁锢了 周天眼画 夜晨再次一声轻斥 以道则和本源为根基 支撑周天眼画的运转 推演中 他自剑神剑意身上 寻到了一丝契机 便是那一丝契机 连接着剑意和剑神 他忙慌寻着那一丝契机 顺势推演了下去 冥冥中 他的推演掠过了浩瀚星空 疯狂地追溯那一丝契机的源头 恍惚间 他看到了一片大陆 无边无际 犹若仙境 一座山峰之巅 一道人影助力 白衣白发 只见其背影 却不见其真容 他恍如一尊超脱凡尘的仙 让世间忍不住去仰望 他 便是剑神剑飞道 诸天万玉的一代神话 微风轻轻拂过 撩动了凡尘 也撩动了剑神的白发 让其眉宇轻皱 周天眼化 剑神轻雨 抬手 看向了飘渺虚无 似是能隔着无数星域 看到一片名为北斗的浩瀚星空 便是那片星空 有人在秘书窥看他 破 一进星空中 夜沉吐血了 遭受了恐怖反噬 双目 耳朵 鼻孔 也都有鲜血流液 强大的荒谷圣区 也在此刻 变得鲜血淋漓 他看到了诸天神剑神 却也遭到了冥冥中恐怖的反噬 险些生死倒消 嗡 一进星空颤动 剑神剑意 冲突了太虚龙镜的束缚 抬手抹去了夜沉的周天眼化 方才受创的夜沉 再遭反噬 圣区都裂开了 夜沉生生稳住身形 强行凝聚了圣区 但脸庞却是苍白无血色 剑神剑意依旧助力 静静看着夜沉 双眸还是那般木呢 满是迷茫 真 但闻一声剑之争鸣 夜沉既出了赤霄剑 气势在攀升 滚滚气血汹涌而出 随之便是混沌意象被其撑开 继而连魔道也开了 他自认周天眼化 也引起了诸天剑神的关注 但这还远远不够 他需要在此基础上 再燃起一把熊熊烈火 而这把烈火 便是斩了剑神剑意 只有这样 才真正有可能引剑神降临 北斗星域 本来 他是想动天照的 却是发现 因推演剑神 而导致了再次鲜眼自封 此番诸多无奈 他也只能凭自身实力 力战剑神剑意了 剑神前辈 得罪了 叶臣豁然一步踏出 抬剑斩出了矿式剑盲 剑神剑意神色平静 轻轻抬臂 单手 划出了一道星河 带着剑神的道 蕴含着无上剑意 一击斩灭了叶臣 那一道盖式的剑盲 万剑封神 被震退的叶臣 豁然定身 一步缩地成寸杀来 一剑 带着摧枯拉朽的洞穿力 乃绝杀一击 带着他无敌的道 带着必胜的信念 然 他的巅峰一剑 却是被剑神剑意双指 轻松夹住 叶臣气血生疼 混沌道则齐险 圣体本源交织 加持在赤枭剑上 可任他如何失利 都无法刺进半分 剑神剑意之强 让他骇然 剑神剑意手指轻弹 叶臣 被震翻出去 体内气血翻滚 再次喷血 再来 叶臣卷着滔天气血而来 通体都燃烧了金色烈焰 强大的圣躯沐浴着鲜血 如同黄金融柱一般 他就如一尊气概八荒的战神 大战顺势开启 一方 剑神剑意神色平静 如一尊先王 每次抬手皆是普普通通 可看似平凡的出手 却是蕴含着无上剑道 那是反扑归真的道 一方 叶臣战意滔天 神通秘法层出不穷 有几个瞬间 也是反扑归真的道 曾占过天魔地 占过少年东华女帝的他 对道的认知 早已超脱室外 剑神剑意虽强 他却与之战的旗鼓相当 轰 碰 意境星空变得颇不平静了 因他二人的惊世大战 变得温龙动荡 外界 大罗剑宗已被惊动 无论是圣人 还是长老弟子 目光无一例外 皆看向了大罗剑宗身处 那莫名的轰隆声 听得他们心颤 此刻 连闭关的大罗剑宗圣王 也被惊动了 豁然开口 踏出出了地宫 这是怎么了 哪来的轰动 天之下 皆是惊一声 修为弱的弟子 被震得脸色苍白 不得不让各风风 主祭出了护山结界 怎会如此大的波动 方才回去的大罗剑宗圣主 和十几尊圣人 又纷纷聚在了风扇之地 各个山峰也有人引飞来 皆是准圣 谁在剑神意境中 大罗剑宗圣王来了 落在了风扇之地的上空 乃是一百发老者 眉头微皱地 看着大罗剑宗圣主等人 禀老祖 是紫竹风的李康 大罗剑宗圣主 盲荒答道 李康 大罗剑宗圣王老眉微皱 许是李康太过平庸 还远远达不到 入他法眼的级别 以至于圣王 对这个名字 无比陌生 他是大罗剑宗 心静的神子 好似知老祖疑惑 一尊圣人慌忙解释 心静的神子 大罗剑宗圣王眉毛微条 大罗神子呢 死 死了 大罗剑宗圣主 和十几尊圣主 以及在场的二百多尊准圣 都在同一时间低下了头 特别是准圣 此刻心灵都在打战 死了 大罗剑宗圣王语气 顿时冰冷了一分 整个风扇之地的天地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附满了寒冰 恐怖的杀气如山沉重 老祖这些十日在闭关 大罗剑宗发生了很多事 大罗剑宗圣主 硬着头皮解释 有一个名为夜臣的人 斩 斩了大罗绳子 而等都是干什么吃的 大罗剑宗圣王勃然震怒 竟不知闭关悟道的这些十日宗内 有如此惊天变故 绳子被灭 奇耻大辱 我等有罪 在场人纷纷匍匐在地 各个冷汗之下 一群废物 大罗剑宗圣王冷冷一声 当即抬手 快速地掐动了硬诀 他只一人便打开了了通往剑神 意境世界的通道 只是 未等他踏入 通道便崩裂了 剑壮 无论是大罗剑宗圣王 还是在场的圣人和准圣 神色都在同一时间变了 通道崩裂了 证明剑神 意境出了重大变故 剑神剑意 何等的重要 因他才有大罗剑宗 他若有事 那可是一场灾难 哄 所有人色变之时 两道身影 漠然现身虚天 一道乃虚幻的剑神剑意 一道乃一个浑身 覆满金光的青年 正在进行惊世大战 荒谷圣体 大罗剑宗圣王惊了一声 难以置信地看着夜尘 老眸中还有惊喜色 竟不知心境的大罗神子 是一尊荒谷圣体 怎 怎会是 是他 相比大罗剑宗圣王 大罗剑宗圣主他们 双目便猛地凸显了出来 一眼便认出了夜尘 许是夜尘先前推演诸天剑神 以至于遭了反噬 这才逼出了他真正容貌 这怎么 一帮圣人和准圣猛逼了 神色一个比一个精彩 一瞬间脑洞大开 似是想通什么 难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康 突然变得那么强 连紫阳他们都不是对手 原来是夜尘假扮的 我 我的徒儿呢 紫竹真人只敢头晕脑胀 本以为出了一个天赋弟子 他有了装逼资本 谁曾想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大惊喜 这 这什么情况 诸多弟子长老也猛了 惊愕地看着虚天 被耍了 所有人都顺时想通了 所有的面目也顺时凶名了 而等这是何种表情众人的异状 大罗剑宗圣王皱了皱眉头 老祖 他 他就是夜尘 夜尘 哪个夜尘 斩 斩了大罗绳子的那 那夜尘 大罗剑宗圣主擦了一下冷汗 你在说什么 饶是大罗剑宗圣王皱眉的看着大罗剑宗圣主 饶是他圣王的修为 此刻也有些蒙圈了 进去的不是李康吗 是 是夜尘假扮李康混混进来了 我 大罗剑宗圣王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本章完 第1329章 强斩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哼 碰 几人交谈时 夜尘和剑神剑矣 还在虚天斗的惊天动地 摇看而去 夜尘已是血人一个 强大的圣区 也被打得满目疮痍 再看剑神剑矣 也好不到乃去 剑道还在 可剑矣却是虚弱了不少 虚幻的身形 变得近乎透明 时刻都有可能消散在天地间 大罗剑宗的人 神色震惊了 一个黄镜 竟把剑神剑矣 打得如此凄惨 夜尘这是要做什么 要灭了剑神剑矣吗 天之下 经一生 此起彼伏 招招要命 他与剑神剑矣有仇 混进大罗剑宗 他胆子太大了 还不情下他 经一生中 大罗剑宗圣王冷哼声 如旷鼓雷霆 沙 在场圣人和准圣 这才被从震惊中被惊醒 纷纷冲上虚天 真是该死 大罗剑宗圣王 却是未曾上前 而是施展逆天神通 想要召回丢失的剑神剑矣 他神色冰冷无比 就在不久前 他还欣喜大罗剑宗 得了一尊圣体 可事实却是如此扯淡 夜尘 还不服诸 另一边 大罗剑宗圣主等人 已围住了虚天 剑妃道 你可还记得东皇太新 对于大罗剑宗圣主 他们的呵斥 夜尘不管不顾 依旧挥动着杀剑 口中还有惊世的嘶吼 找死 见夜尘无视他们 大罗剑宗几尊圣人 纷纷祭出了杀剑 展向了夜尘 皆是绝杀的盖世神通 不给夜尘留丝毫活路 当时 圣体金色 恶鲜血染满虚天 每一滴都甚是刺眼 然 夜尘就如疯子一般 对身后的公鸡不管不顾 依旧疯狂地 攻向剑神剑意 剑神剑意 以激进消散 这个机会于他而言千载难逢 此番若是放弃 若再想来斩剑神剑意 必顶难如登天 他的疯狂 让大罗剑宗圣人 和准圣 乃至圣王都皱眉了 大罗剑宗长老和弟子 再次色变 这是要在大罗剑宗 一尊圣王 十八尊圣人 二百多尊准圣 上百万修士面前 强杀剑神剑意吗 剑妃道 你可还记得东皇太新 万众注视下 夜尘一剑斩的剑神剑意 险些溃散 口中嘶吼的 依旧是那句话 声音悲怆 直呼剑神明慧 当诸 大罗剑宗圣人赫生振天 自四方杀来 一道道金氏剑芒展出 在夜尘圣区上 留下一道道泄赫 直呼剑神明慧 当诸 大罗剑宗二百多尊准圣 也扑上来了 夜尘燃烧了圣体本源 换来了强大战力 斩出修道以来最巅峰的一剑 逆天一剑 剑神剑意虚幻的身影 当场被斩灭 为此 夜尘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先后被诸多圣人斩中 一条胳膊被斩落 几背一道血壳极深 显现了灿灿击鼓 甚是吓人 该死 十八尊圣人 二百多准圣 各个面目争鸣 卷着滔天杀气 扑了上来 夜尘 拖着残破圣区 一步缩地成寸 避过了诸多绝杀 跳脱了出去 如一道神盲 飞出了大罗剑宗 血色的背影 甚是刺目 该死 大罗剑宗圣王一步大挪移 追杀了出去 他本以为十八尊圣人 二百多尊准圣 足以轻松情下夜尘 可结局却是超乎他预料 愣是当着一尊圣王 十八尊圣人 二百多尊圣人的面 让其强杀了剑神剑意 若早知如此 他就该早些出手 杀 大罗剑宗圣人 准圣也追杀了出去 其后还有几十万的修士跟随 下方 紫竹锋上的聂锋也飞了出去 神色凝重无比 好似已看出夜尘鲜眼自封 大罗剑宗如今这阵容 夜尘基本十死无生 轰 轰隆 星空动荡了 被大罗剑宗强者气势 压得轰隆不断 四方震动 如朝人隐聚来 待看到大罗剑宗阵仗时 顿时神色大变 一尊圣王 十八尊圣人 二百多尊准圣 近百万修士 这是怎么了 后道的修士震惊地看着远方 听说夜尘混入了大罗剑宗 而且还当着大罗剑宗的面 强杀了剑神剑义 当着大罗剑宗的面 强杀了剑神剑义 四方皆是亥然声 夜尘的魄力和战力 让人震惊 他竟还能从大罗剑宗中逃出来 要不要这么疯狂 这次夜尘多半要贵了 太多人唏嘘 大罗剑宗今日之阵仗 足以横扫整个北斗星域 仅仅那尊圣王 一掌就能灭了他 还不服诸欧 震惊声中 突闻大罗剑宗圣王一声 震战星空的怒吓 他施展了大神通 一步跨过了飘渺 一掌带着蔑士的威压 覆盖了十万丈星空 碾得这片星空 都一寸寸崩塌下来 这便是圣王的威势吗 夜尘吐血 咬牙坚持 却依旧被一掌 压得跪在地上星空 圣区灯石裂开 任他有比肩圣人巅峰的战力 也难挡圣王一掌 一个境界之隔 便是天与地的差别 封 大罗剑宗十八尊圣人 二百多尊准圣一同杀制 祭出了大阵 还在抵抗的夜尘 当场就被封禁 连法力也禁锢了 死局 四方观看的修士 不由得默哀了 死局 夜尘声音沙哑 鲜眼自封 他寻不到任何逃脱的机会 触犯大罗剑宗威严 万死莫熟 星空中 大罗剑宗圣王的话语 威严而冰冷 手中多了一口杀剑 他就如一尊高高在上的王 要在万众瞩目之下 裁决夜尘 以维护大罗剑宗的威势 大罗剑宗 夜尘笑得悲凉而悲愤 这便是他守护的万玉苍生 圣主 混沌神鼎中 段玉等人各个双目通红 曾经踏着血骨 捍卫万玉苍生的天庭圣主 如今竟是如罪人一般 被人裁决 夜尸地 大罗剑宗如汪洋的人影中 聂风手握杀剑就欲冲出 却是被身后一道仙光封尽了 那是灵轩 他也跟来了 解开我的禁锢 聂风双目血红地看着灵轩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你去送死 灵轩轻咬背齿 纵知聂风和夜尘是好兄弟 但也不能任由聂风前去 那是死死无生的下场 斩 两人说话之时 又是一声威严而冰冷的声音 大罗剑宗圣王 已扬起了杀剑 隔着万丈 展出了一道毁天灭地的剑芒 然 就在此时 一道仙光自飘渺 须天笔直降下 落在了夜尘身前 化作了一道朦胧人影 白衣白发 如一尊超脱凡尘的仙 咔嚓 大罗剑宗圣王展出的剑芒 当时还未触及夜尘 便化作了飞灰 继而 一股让星空都为之战力的威压轰然呈现 以那道朦胧人影为中心 一道波纹无限制的蔓延开来 所过之处 无论是圣王还是圣人 亦或者准圣和黄敬 皆被压得跪在了星空中 诸天神话 来了 本章完 第1330章 诸天剑神剑飞道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浩瀚的北斗星域 在此一瞬定格 这滚滚红尘 也好似静止了 大罗剑宗圣王 圣人 准圣 净百万修士 北斗星域无尽生灵 皆是神色正正 目光也皆定格在了 那道超脱凡尘的仙影身上 那里 仙光散去了 一道身影显现世间 白衣不惹凡尘 白发无风而动 古井无波的双目 囊天那地 有无上大道在演化 他真就如一尊仙 幌似一个不存世间的遥远神话 渴望而不可及 好 浩强的威亚 他是大帝吗 经久的宁静 终是 被一尊圣人所打破 连那尊圣人都不知 他说话的语气是颤抖的 这世间 竟还有如此强者 又是一尊圣人 满眼皆是敬畏 剑 剑神 大罗剑宗圣王嘴皮抖动了 身躯在颤抖 直也止不住 剑 剑神 大罗剑宗圣人 准圣 近百万修士 也顿感头晕目眩 他们皆见过剑神 剑意的意识身 自然也认得出诸天剑神 他就是诸天剑神 大罗剑宗修士的 声音虽小 如一道旷古雷霆 震得北斗心欲轰隆 但凡听之者 皆心灵为之巨颤 上苍垂帘 我竟看到了活的诸天神话 修到两千年 死也无憾了 太多老辈圣人激动的热泪盈眶 晚辈玄罗 见过剑神 激动声中 大罗剑宗圣王已匍匐在地 他的一句话 大罗剑宗圣人 准圣 近百万修士 也集体匍匐在地 西年便是剑神一道剑意 造就了北斗心欲的大罗剑宗 见过诸天剑神 北斗心欲无尽修士 也纷纷匍匐 生产星空 前辈 终是等到你 叶晨拱手行礼 他是星空中唯一一个还站着的人 万千筹谋 九死一生 他终是扛到了剑神的道来 随无来 剑神淡淡一声 踏着星空 走向了一颗死寂星辰 每一步都好似踩着大道 每一步都蕴含着无比玄傲的道运 叶晨擦拭了嘴角鲜血 慌忙跟了上去 剑神的背影萧瑟 刻满了沧桑 每一缕白发 也皆带着岁月痕迹 看他既静未又茫然 诸天的神话 也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剑神无语 他也无言 静静跟在剑神身后 昆仑神女轻目之人 果是逆天的存在 准地巅峰 诸天神话 叶晨自他身上 与天魔地相似的气息 那是真正屹立在导致巅峰的人 才具备的气质 身后 北斗心欲修士 看着剑神和叶晨离去的背影 也纷纷起身了 剑神啊 那可是诸天剑神啊 沉静的星空 变得无比的热闹 得见诸天神话 该是我等之无上荣耀 我好奇的是 那叶晨与剑神是何种关系 太多人都挠了挠头 不会是剑神的固有吧 有人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怎么可能 叶晨只一百多岁 与剑神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保不齐是剑神固有的后人 这个猜测靠谱 太多老被修士 都摸了摸下巴 值得肯定的是 那叶晨与剑神 必定有莫大关联 而且绝对不是敌对关系 老祖 议论声中 一方响起了大罗剑宗圣人 和准圣的声音 文言 所有人接摇看儿去 却见大罗剑宗圣人 正掺着大罗剑宗圣王 就在前一秒 大罗剑宗圣王起身了 也不知是激动的还是吓的 一个没站稳 险些瘫倒在地 得亏大罗剑宗圣人掺住了他 此刻 他已是神色惨白 纵视圣王修士 他的老区也止不住地颤抖了 连一尊圣王都吓得如此 更别说圣人和准圣 以及黄敬后辈们了 各个脸色苍白 如指冷汗直下 皆是相互服鞋 站都站不稳了 剑神突然驾临 而且还救了夜晨 此番举动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看出夜晨与诸天剑神关系不一般 若剑神怪罪下来 大罗剑宗瞬间便会成为历史尘埃 而他们也会随着大罗剑宗而湮灭 相比他们 人影中的聂风 却是激动惊喜 竟不知夜晨 还有如此大的神通能请的剑神驾灵 有诸天剑神护佑 谁还敢动他 去 去请罪 大罗剑宗圣王擦拭着冷汗 迈着不怎么稳健的步伐 直奔夜晨和剑神所去的古星 只期望剑神不要归罪才好 去 去请罪 大罗剑宗圣人 准圣和近百万修士 也全过去了 如此一幕 看得四方修士 皆是唏嘘不已 这该是一个很好的讽刺 就在不久前 大罗剑宗 还要欲杀 夜晨而后快 那时的他们多调啊 各个气势通天 各个杀鸡横溢 如今却各个如温顺小绵羊 说话间 四方修士也跟上了 那可是剑神 诸天的神话 难得驾临北斗星域 他们自是想多看几眼 若是运气的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听闻剑神讲解大道 这边 剑神已踏入了一座死寂古星 登上了一座山巅 夜晨随后跟上 也上了山巅 神色敬畏 自始至终都毕恭毕敬的 剑神眸光平淡 并无准地的威严 轻轻抬手 放在了夜晨肩膀 有仙光留意 替夜晨抚灭体内伤痕 以及他对夜晨的反噬 夜晨静静助力 任由剑神为其疗伤 前后不过三息 便让仙言解封了 你可是六道的后人 剑神话语平平淡淡 比梦境还要飘渺 在吐露话语时 还微不可查地 看了一眼夜晨手指上的 悬苍玉剑 数碗被剑士浅薄 并不知六道是何人 夜晨轻轻摇了摇头 同辈人中 五指败过一次 他才是真正的诛天神话 剑神神色平静 话语依旧平淡飘渺 将讲述着一段古老的传说 同样的容貌 同样的鲜艳 同样的戒指 你与他该有莫大渊源 同样的容貌 同样的鲜艳 同样的戒指 夜晨低语 剑神口中的六道 与西年的红尘太过相像 竟还打败过诸天神话 也是 来自未来时空的我 降临在了诸天万玉吗 夜晨喃喃而语 梅雨也为之轻咒 那两幅古老画像上的人 便是六道吗 为何引无来北斗星玉 剑神收了手掌 抚灭了夜晨所有伤痕 有一痴情女子 想念前辈你了 夜晨取出了一个香囊 那是离开大楚时 东皇太星给他的 骑上剑飞到三字 便是他所秀 他叫东皇太星 在星空的彼岸 夜晨将香囊 呈给了诸天剑神 仙 剑神星境第一次有了波动 结果香囊的手 都为之颤抖了 一句仙话不尽沧桑 诸天的神话 也露出了古老的柔情 他已记不得 上次见他是何年 只知岁月漫长的 让时光都模糊了 大楚生了何种变故 为何与诸天万语断了联系 剑神紧紧握着香囊 声音有些沙哑了 听其话语 他是早知大楚存在的 天魔入侵 夜晨沧桑一笑 扶手祭出了一幅水墓 其内烙印的 乃是天魔入侵 大楚抗争的画面 一幅幅皆是血淋淋的 看着水墓 饶是诸天剑神的定力 神色也为之变了 那大好的山河 被黑暗所吞灭 入眼皆是鲜血 如一座无间地狱 大楚九千万英魂在抗争 天玄门九千万修士 拼得身死到消 一道道人影倒在血泊中 一个个鲜活生命 站死在城墙上 用满身血骨为万欲苍生 筑起了一座血色长城 站得近乎全军覆没 漠然间 剑神似是听到悲怆的嘶吼声 那是战死的阴魂 发自灵魂的咆哮 诸天的神话 仙区颤抖了 已是热泪盈眶 竟不知百年岁月前 大楚为抵御天魔入侵 站得如此惨烈 他想象不到 为了守护诸天门 和身后万欲苍生 大楚九千万修士站的是 何等艰难 真 金氏剑鸣响彻苍穹 旷古威压力震诸天 整个北斗星域都站立了 无论天与地 还是星域空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寸寸结成了寒冰 微风扶来 水目消散了 只留冥冥中 大楚九千万 阴魂血色的背影 诸天剑神沉默了 如一尊石刻雕像 助力在山巅 诸天的神话 该是有遗憾的 未能在他最艰难之时 守在他身旁 未能在苍生绝望时 挡在他们身前 一带神话 笑得有些自嘲 叶辰一如石像一般 在寒风吹打中毅力 两久 才见剑神回首 静静地看着叶辰 便是这个青年 带领大楚修士冲锋 屠露了一尊大帝 为诸天万玉 守住了诸天门 叶辰疲惫一笑 取出了一面令牌 那是东皇太兴的 昆仑神女剑令 前辈该是知晓 昆仑须在何处 大楚本源已毁 撑不过五百年 大楚和诸天万玉 联系已断 你是如何过来的 空间黑洞 这么说 你已能通过 空间黑洞回去 剑神奇迹地 看着叶辰 回不去 叶辰叹息一声 我在空间黑洞 遭了变故 已记得不回去的路 百年来 我不止一次 动用周天眼画 推演大楚的位置 只知大楚流落到了 诸天万玉的西方 这是大智方向 有大智方向足矣 剑神吸了一口气 诸天万玉合力 必能寻回大楚 这续一段漫长岁月 五百年的实现 该是来得及 晚辈坚信 那一日会提早到来 小家伙 累了百年 你也该歇歇了 剑神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与无回昆仑须 至于寻回大楚之事 交由我们便好 晚辈还要寻大楚转世人 歇不得 叶辰笑了笑 大楚轮回破损 有太多人转世到了 诸天万玉 我这一路寻来 也寻了不守 不过比起大楚修饰 九千万的阴魂 还是差了很多很多 晚辈只期望有生之年 将所有人都寻到 带他们一起回故乡 如此 便带上无知道身 剑神俯首 一缕青烟飞出 化作了另一个剑飞道 那是一尊道身 与本尊相比 有天地之格 多谢前辈 夜晨惊喜万分 有剑神道身相随 会免去不少麻烦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